穿行在香港车水马龙的道路上 穿梭在行人急切的脚步中 与之相反的 是承载着晚年历史的电车 经历过罢工 罢成 遇上过战事 依然行驶在繁忙的闹市中 没有被时间淘汰 这道独特的风景线 已经成为香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如今 它不仅仅作为港岛的交通工具 也是香港旅游业的标志 每天都有各地游客 慕名而言 所谓 不坐电车 不算游历过香港 电车没有像汽车的想号 只能发出叮叮的铃声 尤其在以前道路规划未完善时 缺乏交通指示灯 行人可以随意过马路 而叮叮声 成为司机和行人沟通的唯一方式 所以 香港人亲切地称它为 叮叮车 叮叮车在港岛穿行的一百多年里 让人们在快速的生活节奏中 有一个喘息的空间 可以回忆过去的时光 二十世纪初期 港岛北岸东西两边的人口急剧增加 为了把两边的人口连接起来 唯一的方式是集体运输工具 于是很多财团认为 电车有利可图 值得投资 1902年 香港电车电力有限公司 在英国伦敦成立 其后 公司被香港电力千银有限公司接管 1903年 开始铺设路轨和安装电缆 1904年 第一代香港电车诞生 来往于坚尼地城 及烧鸡弯 当时是由英国进口的单层电车 车长29尺 宽6.1尺 总共有26部电车 10部称为西人车 就是所谓的头等车 负责外籍人士搭乘 另外16部 前三行属头等 后六行属三等 1912年 由于人口的增加及自身的发展 丁丁车开始踏入双层时代 当时的双层电车 由单层电车改装而成 上层为无盖设计 并开设头等及三等 但是没过多久 双层电车上层的无盖设计 因一手天气的制约 限制了载客能力 故此 电车公司便为上层加上返布帐篷 后来才改成木棚 成为密封车厢 1972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 丁丁车取消分等级 制度划一收费 1976年 开始实施一人控制模式 停止售票员制度 改为使用投币前箱 1980年 香港政府从建议完全取缔电车 让路给更有效率的交通工具 这引起了广泛的反对 最后 这个建议被搁置 以前的电车主要以木作为车身物料 外观主要在90年代末 至2011年左右才有所转变 电车公司不再用木制造车身 改用铝合金 这便是他们今天的样子 全盛时期的香港丁丁车 客流量每天约有36万人次 现在的客流量 仍能保持每天约23至24万人次 最繁忙的时间段 会有146辆电车 同时运行在轨道上 是全球现存唯一 全数采用双层电车的电车系统 电车路线全长13公里 路轨总长30公里 由东至西贯穿港岛最繁盛的区域 乘坐丁丁车 由尖尼地城出发 到烧鸡湾东大街 只需一小时20分钟即可 可以一次欣赏香港的 昔日风情和最新面貌 体会繁盛的商业区 和淳朴的街坊文化 香港电车目前设有7个总站 111个分站 平均250米设有一个分站 大部分电车设于马路中央 自1904年通车之后沿用至今 最具特色的总站是北角的春央街 50年代的春央街是一个街市 电车与街市行人娇嚣呼应 市民在市集买菜逛街 电车又在中间穿过 但彼此之间不会冲突 反而出现融洽的场景 无论乘坐距离多远 从东到西票价均为2.6港币 小童与长者享受半价优惠 这香港最便宜最方便的交通工具 它为老人低收入人群带去了不少便利 除了丁丁车本身具有特色以外 车身广告也是港岛的一道流动风景 电车广告始于30年代 当时急不上今天多姿多彩 并且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车身都是深绿色 没有其他图案 60年代起 经济开始起飞 尤其在1967年暴动之后 香港经济变化很大 商人需要广告宣传产品 而车速缓慢的电车 则是投放广告的最佳选择 如今 车身广告作为电车公司的 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其周期非常短 有些车厢每个星期都需要更换图纸 而熟练的工人只需要半天 就可以给一辆车的里外 换上新的广告 在港岛 有一家名为丁丁老香港办馆的 电车主题文化馆 馆长Eric 是一位对电车有着深厚感情的年轻人 自小就很喜欢电车 他的童年记忆 基本都集中在电车路附近 他钟情于收集有关电车的各类物件 几年前和山顶商场合作了一次电车展览后 与商场达成共识 开始在山顶开设一家真正的电车文化馆 后搬至小溪湾广场 馆内展览着许多富有历史意义的电车文物 模型及售卖电车纪念品 并提供游客参观与拍照 目的是推访大家对这种古老交通工具的认识 小小就已经很喜欢了 妈妈告诉我小时候哭的时候 就买到电车站不看电车 听到电车声我就不哭了 自此之后的生活都是在电车路的完善 所以电车就是我一个老朋友 小时候有一个记忆来的 因为以前都是全部都跟家人去街市走 里面就什么都有 而且电车在街市中间我老婆 所以但现在整齐了很多 亦是很多店铺都不存在 但我就想有回忆 电车在香港来说就有很久的历史 为什么它会有这么久的历史呢 就是它这百多年都不停的转变 就是会配合香港人的生活 亦都跟香港人不断的进步 所以我们就希望 大家都支持电车的发展下去 这一个玩具就是我自己生产的 因为从前在市面上就没有这一些东西 小时候就是只有火车 只有飞机 只有船 这些玩具 但是电车就没有 所以我有能力之后就自己生产这个 Eric平日也有一份稳定的政治工作 文化馆只因自己的兴趣开办 但是热爱电车的心 会让他一直坚持这一份事业 一个世纪的变远 随着时代发展和人们需求的改变 香港电车也在做着自己的改变和发展 最初由英国人引进到当时仍是殖民地的香港 每一个组建都是由英国制作 时至今日 香港已成为世界唯一拥有自家经营 即制造双重电车公司的城市 连本来引入电车技术的英国都要反过来向香港购入电车 香港的电车百年来我行我素 时间为他裹上了一股风情 两边的建筑和风景日益更新 唯有他依循自己的轨道走到今天 如今但全世界都在提倡慢生活 香港早已拥有深入民心的电车 乘坐在钉钉车上 穿梭在繁忙的港岛 欣赏沿途的风景 给自己一个慢下来的空间 享受当下 重新认识香港 词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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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